我们朱家造反朱深 怎么冒出个大圣人呢呀 书街上回 朱高赤为了妻儿性命怒刚朱棣 吓得傻儿子朱瞻鸡联盟下跪求情 那他什么意思啊 他能是什么意思啊 面对自己的亲爹大发雷霆 太子殿下却是波澜不惊 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他也明白 自己阻止不了老爷子的一意孤行 才决定用这番话敲山震虎 为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傻儿子 不然早在之前朱棣在外征战之时 他就可以选择兵变 而小朱这会已经吓得浑身抽搐 眼前的爹就想变了一个人似的 没有了以往的唯唯诺诺 展现出的魄力不亚于自己 随即朱棣起身 若有所思 被太子爷的一番话说到了心坎 转头就走了出去 见到老爷子走了 朱胖胖也连忙大口喘气 他也是在等 自己也是琢磨不透自己的老爹 而另一旁的朱瞻基 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就在此时 剑文帝已经动身 还有五日便会到达灵山寺 按照彼此的约定 双龙不可会面 之间会由孙若维居中传话 徐滨则会带着皇太孙 在对面山上等他 如果到了时间 剑文没有出来 会面结束杀了朱瞻基 而小朱老丈人觉得不妥 还给小朱辩护了一番 说如果杀了小朱 徐滨便会无处藏身 徐滨则是不在意 还劝导起孙瑜 孙瑜见状也没办法 只能同意此事 时间来到五日之后 朱棣坐着大花轿来到灵山寺 看到孙若微早已在此等候 便向手下询问 人到了吗 已经到了 在第九层 一共三个人 其中两人配到 中间那个没有武器 带钉斗笠 密捕识人 山上的人都清理干净了吗 神机营五天前已经处清 听到手下汇报 转头看向山上 却不知自己一行人的行动 皆已被徐滨尽收眼底 而另一旁的朱瞻鸡 自然就成为了人质 一个人喝酒真没意思 哪位兄弟愿意与我共赢 他们要看着你 不会喝的 爱孙请喝酒 都不留面子 不料徐滨表示 大明如果没有改朝换代 朱瞻鸡充其量 就是一个燕士孙 而他们四位 一位是蓝玉后代 一位是驸马都尉的后代 而另外二位是铁炫的后人 如果没有朱蒂 以他们的才能 早就是一品上将军了 在外面碰到燕王府的士孙 恐怕小朱还要巴结他们 朱瞻鸡却一语道破 朱家的人小天下 你们跟着卖命 为什么 没气贱 不还是为了公民绝合 四叔 你老了 注意看 这个匆忙而来的人正是朱蒂 毕竟为了见到剑文 整天盼太阳盼月亮 目前就只差一步便可见到剑文 但是由于双方的约定 双龙不能会面 只能由孙媳妇孙若韦 在中间当船声口 收到朱蒂的指示 小孙便直接爬到第九层 不必下跪 我不是皇帝 我只是个僧人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和尚就是剑文帝 因为朱蒂造反沦落成这个样子 不过如今却一心向佛 一阵寒战 便让小孙携带遗物交给朱蒂 证明自己的身份 只见朱蒂缓缓打开 看到上方出现一副大印 内心也是十分激动 说明一天 既说有差 他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绝地三尺都没找到的传国玉席 果然被自己大侄子带走了 这才确定了剑文的身份 为了得到玉席 朱蒂赶紧让孙若微上去传达 欲要封剑文为太上皇 安度半生就这样 小孙气喘吁吁的又登上了九层 却没想到剑文直接给回绝了 好不容易从那里逃出来 你当我才轻易地回去吗 没有办法 孙若微又急忙赶到楼下告知朱蒂 而朱蒂却怒斥剑文 祖宗都不要了吗 只见小孙突然把大宝贝拿了出来 朱蒂也不叫了 朱蒂听孙若微说了这么多 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现在却又不知如何对待这个侄儿 于是希望剑文给自己写一篇禅谓诏书 自己彻底就算正统 就这样小孙又再次奔向九层 可就在出去的那一刻 一道身影从他身边闪过 朱蒂破坏双方约定 私自来到第九层 剑文心里明白 他知道自己这个四叔外表忠厚 内心奸诈 肯定不想放过自己 便以退为进 拿皇太孙做了挡箭牌 不料朱蒂却表示 朱瞻鸡固然优秀 可他还有别的孙子 剑文也是无奈 便打起了感情牌 朱蒂在思考 剑文同样也在思考 害怕四叔不讲武德 万一动了手 自己可就真要见佛祖 朱蒂拱手作医 摆别了剑文 一是命即万是命 要学会跟自己讲和 终于这次小姨妈出戏了 不再是一级变眉的角色 她这次出门可是要去报仇的 只见她来到大门口便坐了下来 却从里面来了两个小太监 上来就跪 姐 您怎么得空来 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我来还要告诉你们呢 那个当然了 您说了 我们才能提前准备好大嘴巴子呀 你瞅瞅 这不是纯纯犯贱吗 毕竟是关大一级压死人啊 大嘴巴子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可是真的拉满了求生欲 小姨妈都没发话呢 两人一对眼便开始互抽起来 打得那是啪啪作响 各自脸上都留下了血手 好了 小姨妈都看不下去了 及时喊停 这要是再打下去 今天非得折去一个 不得不说这两位是真打 瞅瞅他们脸上那血迹 二人又害怕小姨妈之后再来找麻烦 于是二人又开始拍起了马屁 听说姐提拔了 我们俩可高兴着呢 高兴着 姐的账是迟早要还的 隔得越久 那利息也就越高 像姐 这种大人大量的 您不枉多了要 我们 也不能一点不表示 这一下可是把小姨妈听高兴了 她表示自己新官上任 该拜会的自然要拜 然后就说起了他们的主子 毕竟上次就是这个金大总管 差点占了自己便宜 要不是自己醒了 还不知道去哪里说理去 这升了官自然要来给个下马威 我是来问问 她老人家还需要什么照 会姓 胡 上身下降 本就姓胡了 孙小姐 你的全名是若威 若无其事的若 威莫小时的威 这一下 小姨妈听到了自己姐姐的名字 心里也是十分激动 但是又还不敢相认 而见到小姨妈的样子 孙若威一下便站了起来 随即环绕四周 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 你玩过假装的游戏吗 就这样 从小失散的姐妹由此相认 大卫传世才好 太子 为什么 老生孙 大名 渴望三代 自从朱棣见了建文之后 心病便没有了 却又考虑到传位之事 听完杨士奇异习话 便对传位之事不再纠结 而另一边 朱棣的傻儿子 却一点不知道此事 还因为汉王监国 让他特别清闲 每天就是抱着白毛阁大学士六弯 而小猪却对慕名而来的狗弟弟十分纳闷 啊 这 猪瞻鸡见老爹无药可救 头也不回的直奔屋内 全荡眼不见心不凡 而太子为了这个狗儿子 却操碎了心 这不转眼就到了春天 又到了万物复苏播种的季节 猪胖胖又忙活起了婚嫁之事 不是猪瞻鸡的婚嫁 而是自己这个狗儿子 于是安排小鼻涕 说完便转身要走 却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狗儿子 便又对小鼻涕千叮鸣万嘱咐 说老三是一脸委屈 那可是皇帝老爹 自己也不敢跟啊 不料汉王却表示回来的正好 他刚好是辞职 面对一天八百个折子为太子求情 他也劈不下去了 而老三又开始动起了他那发达的幼小脑 听到老三这样说 没脑子的汉王也顿悟了 明白了自己老爹就是想把自己给按住 让一天八百件是像绳子一样 把自己捆得死死的 却又不明白老爹想要干什么 而老三就只说了两个字建文 朱棣偷建建文帝 这就代表静难遗孤这条线算是废了 白瞎了汉王十几年的努力 这一下断了汉王一条手臂 他这才明白朱棣画的大饼是又大又硬 他后面下手机 游着他 白瞎 他做厨艺 我做生活 就在刚刚 汉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被自己老爹一顿狂轰乱炸 两位兄弟则在旁边看起了热闹 老二想进去瞧瞧 无奈血脉压制 两只脚始终迈不进去 最后没办法 只能拉着大哥垫背 可哥撒到了门口 再次血脉压制 想退回去 可无奈朱棣叫上了他们 没办法 哥撒只能颤颤巍巍的硬上 老二你威风吧 听说你借鉴各种官员 耍着刀跟人说话 爹 我耍刀耍惯了 我一天不出身透海 浑身不自在 那你给我出关吧 那有你耍到的地方 就这一句话 汉王这个监国位置又快没了 而朱棣把哥撒叫来 主要就是为了静难遗孤的事情 毕竟已经答应人家不办不成了 随即交代给老三 让他把政策放宽 有年老体衰想回来看病的查证为时 可让子女陪着回来 还允许这些静难遗孤后人可以考取功名 皇上 英明 英语 你们背后少骂我两句 我就阿弥陀佛了 次日早朝 朱棣召集大臣来商量进攻瓦剌之事 老二表示要早点出兵 而太子却以此次战争 会让江南七省财富亏空为由 阻止出兵 哥俩打伤了嘴杖 锅造起来没完没了 朱棣随即看不下去 便坐起了和世老 他首先表扬太子爷 爱民如子 而他却是主战派 随即表示此次攻打瓦剌并不是一无所获 而是要给子孙后代把土地打下来 要比太祖高皇帝的时候 比唐太宗时代 比汉武帝时代还要大 此次北征 朱棣决定带着老二老三 留下老大继续监国 这一下整得汉王有点猛 监国的职务说撤就撤 就这样 小鼻涕随即宣读了圣旨 天成日 皇帝告约 自给日 太子监国 孔朔六部 恩加九夕 寿 杨世奇 文华阁大学士支持 主管兵部 寿 杨龙 杨土 怀仁阁大学士支持 另一边 谢进听到三阳升官 心中郁闷不已 心想自己可是大明第一才子 为什么就是入不了内阁呢 二雷三爹 我可告诉你 咱爹那有个千里 拉倒着 哎呀 荷兰人上贡的那个 你拉那么老长 我不骗你 老二老三一脸猛逼 哥撒齐刷刷的转头 幸亏老二又脑转的快 抓紧给了大哥一个爱的抱抱 还不忘来两下爱的小泉泉 而另一边的谢进 还在进行自我怀疑 此刻小鼻涕却来颁发圣旨了 哎 这谢学士呢 听到小鼻涕的点名 谢进抓紧起身 并且一脸喜滋滋的 就朝着小鼻涕奔来 想着皇上不让自己入阁 肯定不会忘了自己 只见小鼻涕让旁边的 随从拿出了一张纸 便宣读起了圣旨 皇上说 谢学士学究天人 把这十个字认出来 可以入阁 加封为大学士 看着谢进一脸迷茫的样子 我估计屏幕前的观众老爷们也够呛 而小鼻涕当然不会管这些 继续读起圣旨来 这次圣旨却是朱棣第一次 用大白话下的旨意 里面写得很有意思 你谢学士不是天天吹牛 号称学究天人吗 为什么每天都要花钱买通小太监 让他们把朕读过的书单偷给你 朕已经忍你很久了 没想到你越来越不知道好歹 竟有一煽动太子谋反 诬告首辅杨士奇 编排太子辅属官 念你边传永乐大典有功 滚到边疆做个小官吧 那里地方大 够你耍心眼 反正总的来说 谢进倒霉了 还记得之前朱棣抓杨士奇 和清理太子辅属官吗 不熟悉的去看看前面剧情 这次回来又让太子监国 自然不能说是自己做的 所以这罪事就落在谢进身上 朱棣打得真是一手好牌 只见谢进一脸生无可恋的接过圣旨 去边疆玩沙子了 谢进虽然领了圣旨 但却是十分不满 于是找到了朱高赤 说朱棣让自己背骨 他身为太子府的属官 自然是太子一党 难不成他见到汉王得势 就要去巴结吗 而且他并没有诬告过杨士奇 都是朱棣自己做的事 谢进之前确实说过 杨士奇同太子府一出去 他就不和太子一心了 不料太子却表示 他只要一出面替谢进说一句话 这勾结死党的罪名就坐实了 该说不说 这个谢进是真的不如杨士奇 毕竟杨士奇虽然不在朱胖胖身边 但是还是会想方设法的给朱胖胖说好话 见话都说到这儿 便急忙把谢进给轰了出去 你想个办法 把你俩家话都走 你敢相信吗 当今大明竟然还有朱棣 摆平不了的人就在刚才 朱棣和杨士奇在殿内讨论军情 而在殿外 圣庸平安二人嚷嚷着要见朱棣 小鼻涕怎么拦都拦不住 皇上也要几个穷亲戚啊 杨士奇十分自觉便起身告退 直接走了出去 两人此次前来 是得知朱棣要赦免静难遗孤 被众官员选出 以代表团的身份来对朱棣进行劝说 听说皇上要赦免静难遗孤 而且还要恢复他们的名誉 大家伙和我们两个老家伙过来问 两人进来也不啰嗦 直接进入主题 对着朱棣一顿狂轰乱炸 还没等朱棣反应过来 另外一个老头便又说了起来 这第二个老头子 嘴上就像抹了蜜一般 一个劲得巴巴不停 说什么也不同意朱棣放过静难遗孤 毕竟现在京城内十分安心 如果到时候放了静难遗孤 以后出门还得带着一群保镖 干什么事都不方便 另外一个老头又来接话 让朱棣永远别想着 这群犯人感恩戴德 如果放了 迟早有他后悔的一天 朱棣是越听越暴躁 便开始对这两个老头进行文化攻击 没说的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道理 你这么几个字啊 你跟我讲道理 这一下文化攻击 弄得这两个老头哑口无言 虽然两个老头小学没毕业 但你也不能这样打击人家吗 朱棣这事情办得不地道 朱棣没办法 这杀也不能杀 躲还是能躲过去的 只能先答应下来 让小朱把二人给轰了出去 这下可算清静了 随即朱棣机便问起 这有军工的人怎么都这么难缠呢 却没想到朱棣又问起孙若微的事来 这话从朱棣嘴里说出来 为啥就这么别扭呢 而小朱却表示 事先答应过他们 事成之后就放他们走 却不料 那天晚上知道内情的 一个都不能走 次日 三人骑马来到郊外 看到二人手拉手轻轻我我的 小朱就有点吃醋 可又没有办法 便就不说废话 直接告诉二人自己爷爷回来了 要孙若微的生辰八字 还要安排徐斌做官 如果二人一走之 释放静难遗孤的事就黄了 因为就算朱棣下定了决心 事情也要一步步地做 更别说还有很多朝中官员 反对此事 如果孙若微不答应这份婚事 他也没有办法 到时候所有事情 就只有他二人来承担 你们都把我当什么了 黄太孙 妻子吗 随你怎么想 反正来一年 我就要陪爷爷御驾新征了 到时候有可能 我会战此杀手 真要那样 你们就自要了 朱高岁 大明朝桀骜不驯的王爷 因变脸太快 人送外号赛黄渤 他是明太宗朱棣的第三子 又称狂妄居士 狂妄 其有点是听劝 缺点是屡教不改 因一句 迅速火爆网络 风头一度盖过朱棣 他同时是汉王的铁杆小弟 只因老二一个承诺 只要我做了皇上 天下 就是在哥俩的 他不惜起兵秦王 可朱高旭毕竟不是李世民 而他却是李延吉 二人还没起兵 却被朱棣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便是那一位 只听不敢还自称 天不怕地不怕的赵王爷 经过了前面几次的打拼 两兄弟损失不少 而现在哥俩躁动的心 又蠢蠢欲动起来 大侄子要娶靖难 一姑为太孙妃 一个是为老爹挡过剑的孙若薇 另一个是解开了老爹的心结 立了大功的好圣孙 汉王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都是被老爹画的大饼 一层层给蒙住了 过了这么多年的局 为自己的好侄子做了嫁衣 他不甘心啊 反正现在皇上 不知道那女的底细 等打完过后 我再出破 我现在想想老爷子那手的脸 肚子打烧破了 却不料老三表示 如果把孙若薇的底统破 他一定会把二哥给咬出来 毕竟以老爷子的性格 到时候估计不会让人看笑话 告诉你 从谷之间 凡是做大事者 都不能战起于谷后 而另一边 本来徐冰想带着孙若薇私奔 却没想到朱棣要小孙进攻 与朱瞻基大婚 没有办法 徐冰只能表示 为了那三万静难遗孤 也不能一走了之 就这样只能委屈小孙了 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的死活 从来没有 而此时 给太子妃上供了万两银票的小姨妈 经过太子妃点拨 找到了汉王 汉王曾经说过 我要有事 可直接来找你 不知汉王是否记得 我记得 我想选秀你 请汉王推荐 老二心里有点疑惑 毕竟小姨妈就住在宫里 这是直接去太子府找太子 不比来自己这里方便吗 而小姨妈却拍起汉王马屁来 说宫内除了皇上 最有威望的便是汉王 如果汉王推荐 把握会更大 那你知不知道 我很烦太子大名家 我想这也是无奈之主 你他娘的还真想 我尝尝你 上次刚说了朱棣的穷亲戚 这下朱胖胖的亲戚也登场了 就是逼得他抱粗口的小舅子张克简 原来是前段时间听闻朱棣要打仗 便找朱胖胖来要钱入股 去瓦拉买马去了 却不知 马没买来 反而被瓦拉的人给抢走了 这一下朱胖胖入股的钱便没了 这可是他好几年的俸禄 所以追着小舅子打了起来 奈何体力不知 便坐了下来 可谁知这个小舅子又开始忽悠起大胖 姐夫 我要个主意 他不光能还钱 这一来一回啊 这还能挣不少 能至少五倍的收益 跟朋友去云南换点头 听到这 可把朱胖胖吓坏了 却不知 这只是自己这个小舅子计划中的一环 而张克简还真是有备而来 真的会合理的运用资源 说到运输 想起来了朱胖胖 让他给写一封给宫内办军需的八行 说到怎么买货 知道目前管理同框的是太子府六年的蜀官 也不多要 就弄他个三五千斤 这下给朱胖胖听乐了 我把国家内住钱的钱贩也给你 你自己住 那太好了 姐夫 而这个时候张克简还一脸兴奋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马上到来 并且还沾沾自喜的说 以后这哥俩就是大明最富的人 没钱就自己铸造 真是没想到 这朱胖胖的小舅子可真够不要脸的 但是我喜欢 那你还要钱放干嘛呀 自个儿几个年后 张兵买马就干起来呗 对不对 有钱有人有马 你弄小朝廷也就够了 这 这不好意思吧 你他娘的还真想被慌张你 这故 朱胖胖回到屋内便开始找太子妃埋怨起来 她就害怕因为这是老二老三在一告状 老爷子那边又不高兴了 而太子妃毕竟是太子妃 默默听着太子先说完 两句话就把这事给应付过去了 太子爷 一个女人家两节子穿衣服三缕梳头的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要不然我给您行大爷 好好好 快起来快起来 哎呀 这么懂你的爱妃 免你的做 这不就应付过去了吗 其实对付男人就是这么简单 随即太子妃便让太子把朱瞻基婚礼的折子给披了 而太子一看 整个人都惊了 275万7000 我这这哪 儿子办婚事 求的是让老爷子高兴 让瞻基能够踏踏实实册封 这是国家的根基你的护身符啊 注意看 我们的汉王爷正在自己葬礼上吃着烧鸡 噎着了还不忘喝一杯酒 吃饱喝足之后往棺材里移钻 谁也劝不出来 原来刚才怒对自己老爹 在家等死呢 画面回到御书房 朱棣这刚从鸡鸣寺内出来没几天 终于有时间看奏折了 但是这一看 整个人就像火烧了一般 随即便把汉王给叫来了 为什么有了大点的潜庭了 这些折子也看过你了 河南汉子 山东汉子 福建窝坏 你看看你折子写的是什么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汉王也是委屈 他在奏折上写着 等着户部筹钱 但是户部没钱自己也没办法 而朱棣却表示 为什么不想办法 难道就这样看着百姓饿死吗 你不是给满朝文武都送金豆子吗 你的钱呢 汉王也是无奈 毕竟自己的小金库 还得留着养活一家老小呢 山东狗眼告诉我 黄河两岸的人 也计是一字而识了 听到朱棣说到这里 我心里大惊 毕竟以为朱棣 只是为了让老二心甘情愿退下监国位置 从而找点借口而已 没有想到 明朝之时还发生如此惨绝的天灾 而汉王更是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连忙解释 国家每年也就七千五百万的收入 光是永乐大典就花费一千五百万 还要休顺天城开运河 甚至打仗都没有预算 他实在是算不过来 算不过来你奸什么国 永乐这一朝 就养了你们这些个臭丘巴吗 你看你 尖嘴猴猜 再看看你大哥 照着镜子 这一下上升到人身攻击了 汉王火器现在明显在压制 朱棣却又提起他大哥 说人家手下人才积极 杨荣阳士奇杨谱 不都是太子府的署官吗 眼看朱棣越说越多 越说越停不下来 更是说起让剑文那一只直接来人 接手皇位 这下汉王不干了 你 他娘的给我来这条 让剑文后人 那你当初造了什么反 您真把自己当忠臣了 就算你把永乐大典修成古今第一期书 使官也不会记载 你是尚未继承 你不用下罪纪照 我现在就回家等着 这个位子 你做到底 千万别让给我 这是汉王的高光时刻 只因朱棣每天给他画饼 这一次终于忍不住 指着朱棣大骂娘嬉痞 骂完之后深知逃不过去 便直接回家准备葬礼 另一边 得到消息的朱胖胖二人 便直接来到汉王府 看着老二在灵堂内抱着烧鸡啃 耳边都是各种哭丧声音 便觉得胡闹 立马驱散哭丧人员 而汉王妃却使个细精 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大哥 在朝中的分量举足轻重 立马抱上大哥大腿 这一下弄得朱胖胖也是无奈 他在家里躺着 压根就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 没有办法 只能求助老三 驱散完之后 两人便来到屋内 就这样在那干凳 终于憋了十分钟 太子发声了 见老二一直这样 朱胖胖也没办法只能劝他 朱胖胖苦口婆心地 劝汉王干完这碗共鸣 随着他赶紧进宫去 跟老爷子认个错 却不料汉王表示这次不行了 自己已经被忽悠了大半辈子 出了死力 到最后还是被骂得狗血淋头 便直接起身一头扎进了棺材里 谁也劝不出来 就在此时 圣旨如约而至 小鼻涕先是进来看了一眼汉王 看到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宣布起了朱蒂的口语 按照规矩刺陀罗尼经被一床 丧一整套 停关七日后入土 又害怕汉王了 便随即给他盖上了被子 还害怕晚上闹鬼 便命令小太监把棺盖给定上了 太子爷 老王爷 你二位这是 我们是来导航的 已经完事了 老三 二弟啊 这也是好事 你啊反省反省 这里边写个折子 我跟三弟呢 上爹那儿给你求情 回来 这一下汉王是真怂了 但是仍然嘴硬不肯求情 那哥俩却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打开给我 来都回来了回来了 快回来快回来 来来来快快快快 快 来回来快快快 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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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千鱼老爷 都中 鱼千鱼老爷 大赏 一管老板回头便到起起来 这环顾一圈 愣是没人站出来 此刻二楼突然出现一个满身酒气的男人 跌跌撞撞下了楼 而他就是后来辅佐四代皇帝的鱼千鱼少保 但是 他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大明文取星 明明就是个酒萌子嘛 负责开榜的官员更是头大 没有办法 只能硬拉着他奔向皇宫 今天则是大明三年一次的摸底考试要出结果的 每次为了进京赶考的书生不计其数 但能选上的人却寥寥无几 俗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招重磅天下之 说的正是古代考试的艰难 无数普通人唯一的翻身机会 当然目前也是这样 但是最起码比古代更加的完好 更何况目前的大明处于极度稀缺人才的时候 朱棣也是希望通过这次能找到一位能人 随即便先让朱胖胖带头银尸一手 鱼龙夜 萧尖舞 火树银花不也鲜 这外边比这里要热到许多呀 随后朱棣感慨起来 想闻唐太宗第一次举办科举的时候 跑到场子外面看着橘子入场 而现在志得意满的朱棣 说天下英雄进入我垢中 现在的心情是和他一样 这更是民心所向 这样看来就连拍马屁 朱胖胖也明显的比另外两位兄弟更会来世 不愧是大明最聪明的人 接着又说起了永乐初年考举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见不到人了 下面坐的可大多是永乐初年考上来的 你这一杆子大方的一传人 一时一到 请皇上预备钦点熬头 愿皇上能收敛 好战之心 与民告示 之恩于殿下 书间上回 朱棣要预点熬头 便把此次科举前三名宣了上来 另外两人意气风华 可与老爷却晃晃悠悠的来到殿下 直接跪下便起不来了 朱棣自然要下来欣赏一下此次科举前三名的英姿 可来到状怨狼这边便闻到一身酒气 于是询问道 于迁 你喝了多少酒啊 于迁自然回答 青岛不倒我不倒 雪花不飘我不飘 你想当本朝的李太白 一旁的朱胖胖被吓到了 毕竟这是自己选举出来的 急忙向朱棣解释道 听说他昨天同乡之人大婚 不喝点过意不去 但没想到酒量这么差 一瓶啤酒就撂倒了 我也不责备你了 你们以故乡为题 写一首五颜土风 给今天晚上住兴 随即于迁首当其冲 利用这大罪的机会 让自己的小脑袋在落地的边缘徘徊 曾落石荒凉 年年苦泡泡 我用那只 质子买数量 那只牧民者 不肯报在上 于谦 你怎么敢喝这么多的酒 在于谦胡说八道 来啊 猪胖胖的这一顿操作 更是让老爷子不乐意了 以为他是给予大卫 特意找到于谦来踹窝子的 这下猪胖胖真吓坏了 明眼人都听明白于谦诗词中的意思 这分明就是在批评朱棣 说他治国不利 现在国家各个地方出现旱灾 吃都吃不饱 谈什么打仗 而朱棣却是看得全局 知道他们还能卖东西为生 但是边疆的人呢 他们连东西都没得卖 不打行吗 难道看着边疆百姓们饿死吗 梁生就没把他喝死了 到这儿来求死 把他编到军中 这次跟我随军出征 让他看看 国家是什么样啊 朱棣回到寝宫 好胜孙携媳妇早已等候多时 但却看到老爹嫁着一个醉汉 但是面胜重要 便没搭理老爹 朱棣见了孙若微 甚是喜欢这个孙媳妇 毕竟他就过自己一命 自然要赏赐许多东西 虞千的呼噜打得震天响 能在皇帝寝宫睡得如此踏实 天下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 他还把大明的二号人物当枕头来用 可太子爷非但不生气 还让小猪给他拿床被子 小猪自然不乐意 扔下被子扭头便走 他不理解自己这个亲儿子 都没有的待遇 却给了一个抠脚大叔 次日 于谦终于醒了 那颗摇摇欲坠的小脑袋 刮环顾四周 愣是没有想到 自己在一个男人身上睡了一夜 更别提昨天发生的事了 而太子爷却表示 你要是困还可以再睡一会儿 你还记得你做了首诗 把皇上笑话了一顿吗 没有啊 听到于谦说没有 可把小猪气坏了 愣是想不明白 自己老爹为啥在这里陪了他一晚上 这待遇 就连自己这个亲儿子也是没有的 随后说起了朱棣交给他的任务 让于谦写一篇关于边疆的策略 要是写好了 昨天的事就没发生过 要是写不好 上扇局有一口盛酒的大缸 到时候跳进去淹死 见到于谦老实地在小桌子上写了起来 小猪便和老爹聊了起来 但没想到于谦又开始作妖了 有热茶没有 有有 小猪可是头一回见到 有人在爷爷的寝宫里讨茶喝的 于谦俨然成了吉祥物 祖孙三代宠着 有了这茶 千歌动力翻倍 没一会就写完了一篇册文 朱棣机立马拿着于谦写的平容册 交给了老爷子 朱棣也没想到他能写这么快 便仔细端详起平容册来 突然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没想到 我到这个年龄 竟然又找死人 小子 你有福了 随即朱棣便召见了于谦 却没想到于谦等来的不是夸奖 而是质疑 我以为你是有用之人 军事大财 结果竟然把护士这样臣服 主张献上来 我看也没什么 这下千歌便不乐意了 随即说到 编幻自古有之 皇上以边关将士生命为常诚 却远远不如以天下人的人心为常诚 会更加坚固 牧民们也是不想战争的 如果护士开启 到时候瓦剌部 五粮部 大大汉三部的大汉就算想造反 他手下的骑兵也不会跟随他 而此刻 朱瞻基却唱起了白脸 替千歌求起了情 于谦乃是一介狂生 但恳请皇上念在他一片攻心 宽恕了他 若是再犯什么错 都着落在我身上 就这样 爷孙二人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成功地把于谦送到了军队里 老天爷对咱们朱家珍珠宝啊 把这样的俊杰给你使用 能言 感言 是国际贵宝 你先说不要以兵官的士兵生命为常诚 也要以天下的人心相辈为常诚 这里边有王道 霸道 你要好好留 汉王怒对朱棣 被朱棣下指封在了棺材里 更安排小太监在府内看着汉王 正在他们都昏昏欲睡的时候 汉王直接诈尸 并且在棺材上打了个洞 还安排自己媳妇 给这群守灵的小太监拿钱 本来小太监们还说不用 但是见到这白花花的银子之后 嘴都咧到天边去了 全当没看见 见到这群小太监走了之后 汉王妃劝汉王让他给老爷子认罪 别让人家看笑话 因为刚才看热闹的那个人 嘴巴都快笑歪了 可汉王却表示 封关是老爷子下的指 如果自己现在出来 保不齐会直接被扔到大狱里去 第二天 听说二哥活了 朱老三偷偷跑进灵堂 他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怕诈尸 不料汉王正在棺材里躺着呢 老三 你威风啊 这下可怕老三吓一跳 而汉王却埋怨起来 说出了是老三就知道跑 也不知道帮帮忙 老三顿时又觉得委屈了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自己上了那个倔劲 被你抖什么呀 你让我给你求情我吧 见老头子我腿发着 汉王也不纠结这事 便又问到当初应天府换房的事 是不是他向老爷子告的密 而老三也没犹豫 表示确实如此 这一下汉王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直接冲了出来 但是他愣是没有生气 坐到棺材上找老三要个理由 我是怕你不能容我 其实谁能当皇上 那还不是爹一眼儿定 我没有成心要出卖你的意思 一点都没有 其他的事情我都是呼着你的 听到老三这样说 汉王倒是挺平静 也不知道是在棺材里面藏了几天 是把脑子给藏好了还是怎么滴 竟然怀疑起朱棣是在挑拨他哥俩的关系 要不然怎么能在老爹去鸡明寺之前 把杨士奇与太子府的属官给关到大狱里面呢 这分明就是害怕自己伤了太子党 这是太子早就看明白了 就他俩还在做梦 更何况现在马上就要立太子再不改道 俩人都活不下去了 二哥 我 我是没野心的 你别拽了我 听到老三说自己没野心 汉王都笑了 便问老三还记得上次说实话是什么时候吗 老三无语 但是汉王还是数落起来 说他就是天天在北镇腐丝待的 浑身都是阴气 把脑子都冲坏了 如果太子真当了皇上会放过他俩吗 听到汉王的话 老三也是细细考量一番 下一秒便直接拍起汉王马屁 我是二爷的 画面来到第二天 太子爷正在溜完 转头一看却看到了谢进 这下把他吓坏了 赶忙让他赶紧走 要不然一会脑袋就掉了 但谢进表示进京一次不容易 话还没说完 锦衣卫来了 太子爷本以为是找他的 但是锦衣卫统领说 谢进挑拨皇上和汉王的关系 要把他给抓回去 俨然谢进又被黑锅了 让他去边疆补去 这下好了吧 人头马上要掉了 不过这个谢进得好好管管 您让朕对他几分信任 这样的罪都敢犯 爷 这件事您就交给我了 他到底说了什么 让他把上辈子说了什么都交代住 俨然谢进又成为悲国侠 毕竟朱棣给他这么长时间 让他去边疆 自己却找死 怪不得别人 但朱棣也不是好说话的 这次是要用上这两个人了 不然怎么能轻易放过汉王 便下令让老三把搭搭� 武梁为他们的来往摸清楚 让老二带着三千营 武军营 武梁为他们的来往摸清楚 让老二带着三千营 武军营 神机营到小布山 按照兵部的计划进行军事演练 儿子那陀罗你已经被眼眉扔了 有一点马虎 我自己盖回去埋了 有了谢进坐台阶 汉王确实挺上道 不料两位叔叔走后 朱棣基质疑道 两位叔叔一唱一和的 就是为了把谢学士的小命给交代了 没想到爷爷竟然还信了他们 而朱棣也没办法 毕竟这次需要用到他们 不信不行啊 不然这是没有办法收场了 而朱棣基随即的一段话 让朱棣欣慰万分 我是恨自己没本身 没本事替爷爷管理军队处理事情 害得爷爷还要耐着性子敷衍他们 另一边 小姨妈又来找汉王了 毕竟上次没有给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他心里明白 汉王在朝中地位不低 如果真能推荐自己当秀女 太子府那边也不会阻拦 汉王也不知道被小姨妈哪一点打动 便坐了起来 来到了小姨妈的身边 看着眼前秀丽可参的美女 就说了一句话 不喜欢我而活的人 汉王强行开团 在地上的正是小姨妈 画面很是好看 简单的说一入宫门深四海 大家慢慢细品去吧 爷爷在你眼里和那女孩相比 你在意谁的死活 书街上集 好胜孙朱棣基正在选妃 便静止走向了孙若薇 这可把台上的猪胖胖吓坏了 以为儿子忘记昨天自己跟他说过的话 却不料朱棣基就在孙若薇面前迟疑了一下 便转身把如意交到了小姨妈手里 这下太子妃也就安心了 入院 朱棣基正在服侍爷爷救起 却又聊起上午的立妃之事 朱棣表示孙若薇没有拿到如意 他作何感想 而朱棣基回应 小孙怕是顾及不到此事 父亲心丧现在有点打不起精神 他是有点生自己的闷气 杀不了你我爷孙 没法报仇 听到爷爷的话 朱棣基顿时猛了 便打着滚在床前跪了下来 头都不敢抬 我给你那么长的时间 一定要爷爷问你吗 爷爷在你眼里和那女孩相比 你在意谁的死活 对于爷爷一连串的质问 朱棣基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表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剑到孙若薇身上就像中了剑 但是自己愿意为爷爷粉身碎骨 而朱棣却要他分清楚 到底是爱权利 还是更爱那个女孩 而小朱却是不语 天底下没有人才两得这回事 你也可以跟剑民一样 不必兴祝了 你要真的爱权利 就得准备好做一个孤家寡人 你回去 好好想想 另一边的状元狼 则是被带到了军营 并且还让他跟着马夫养马 就这样从白天干到晚上 手上都抹起了泡 而千哥也没办法 谁让自己说皇上坏话了呢 见到哈斯珠子在一旁喝酒吃肉 于谦也馋了 便过来讨了一口酒喝 如口如凉水 下都如尖刀 果然好酒 哈斯珠子见于谦如此豪爽 便把自己的羊肉递给了他 千哥自然不会客气 抱着就啃了起来 随即就表示自己以后 就跟着他学习羊马 而且要拜他为师 随即起身做医 熊乐一生犯过大错 也立过大功 几十年战争惊惊 没过过一天书新日子 有人骂他是 窃活 有人骂他 穷兵独武 跨前如流水 从不爱惜国立民生 后世人不知道我 消一盖石 在战场上 爬兵莫雪 爷爷 您不是顾家寡人 这些话我会说 竹瞻鸡自从失宠 每天都是在家里郁郁寡欢 而孙若微携手 徐滨二人便来劝他 但是商量来商量去 也没有一个好对策 没有办法只能以身试道 我先去见皇上 我在来是第一道 随即小猪便拖着 病样样的身体 来到朱棣请宫 并讲到自己已经考虑清楚 这次是来辞行的 而朱棣表示 已经给他找好后路 让他去海上 接管陈有亮的救护 只要不上岸 可保他一生平安 朱瞻鸡见爷爷 这是搞真的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只能说到 那我走了之后 爷爷要注意身体 不要老熬夜 看毒史说剧 要不然您会上瘾的 天底下 哪有谁离不开谁的事 小猪心想 爷爷好无情 干脆就走吧 临走也要多说两句 爷爷 你错了 禁难之上 你大错特错了 天文的忠臣也是忠臣 这批赵我们家的人 迟早是要换的 朱棣听到自己大孙子说的话 也不发怒 反而笑了起来 随即质问道 你觉得你爷爷是什么 天字号反贼 还是天下第一大魔头呢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这下小猪彻底崩溃 瘫倒在桌子旁边 朱棣基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竟然敢这样跟朱棣说话 搁在普通人身上是要被砍头的 就算他是皇孙 胡飞也是一句话的事 并且他还说以后 要给方笑如修建祠堂 奉他为读书人的忠诚典范 这才是一代帝王 应该有的胸襟和气度 自己断然不会舍弃孙姑娘 宁可流放砍头 也不乐意让爷爷 在背负丁点骂名 并且爷爷早已知道 小孙是静难遗孤 还暗地撮合我们 爷爷的心思我懂了 便起身要走 而朱棣见状叫住了他 走到他的身边 我还惹不起你了 看到爷爷这个样子 朱棣基心里的委屈翻涌 泪水像不要钱的流了下来 而朱棣却说 我不管你以后 给不给方笑如修祠堂 但是只有一件事 就是以后不要把我写得太惨 这才有了开头一幕 朱棣经过昨天和自己孙子对话 终于承认自己错了 看到小朱对孙若微的不舍 便召见孙媳妇打算成全两人 这下给小孙感动坏了 便直接行起大礼 而另一边 朱胖胖听说 谢晋最近在牢房一直不老实 便过来看看他 并劝谢晋等到皇上御驾亲征回来 到时候定会大赦天下 放心 没有忘了你 便白手要走 谢晋见状连忙叫住了他 放言自己听说皇上出征之前 要赦免一部分罪犯为军队服务 便已经脱了刑部的人 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特赦名单上 这下朱胖胖炸了 行行 我真不知道你是聪明啊还是傻 我 难道你就不清楚 凡是遇着事得有点耐性啊 而另一边 朱棣刚拿到特赦名单 看到谢晋的名字大怒 便把老三给叫了上来 朱老三瞬间委屈的样子 遍布在全脸 解释自己怎么可能收他的钱 他还嫌寒战呢 并且这名单是刑部写的 他都没看过 正巧此时朱胖胖在店外求见 便把他宣了上来 并让小鼻涕把特赦名单给到太子爷 这一看 朱胖胖的二斤肥肉颤抖了起来 什么意思 看到老爹发怒 朱胖胖已经耸得不成样了 但是还要给谢晋求情 毕竟他是太子府的署官 便说道 皇上明知道谢晋确实是冤枉的 他只是一介读书人 可能是在牢狱里挺不下去了 所以才私下活动 念在他有修永乐大典之功 只求您放过他 哪怕贬他回乡也行 老三不干了 毕竟不能因为谢晋让自己白白受气啊 便跟太子爷杠了起来 那可不成 谢晋这小子 老觉得自己是大明第一能人 在牢里头 那还老子满腹呢 现在把他放了 还不知道他怎么气厌高掌呢 你这是乔业害财子 你骂我成 可别把爹骂进去 而朱棣表示 谢晋这个人自己还是知道的 肯定罪不至死 那这样 老三先回去看看谢晋是否还活着 再商量处置他的问题 这下太子爷听懂了 老三也懂了 画面一转 朱老三还给谢晋倒酒 却不知这是他的最后一顿晚餐 皇上说了 谢学士是文取兴下的 五百年来读书最多的人 先生出去以后 必有种 而谢晋还傻不咧的感谢老三 却吃着吃着不动呢 就这样 大明第一才子谢晋 命葬于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